湯家驊議員 不存在的原因,我們香港如果是普通的樓宇買賣,是買賣的份數 其實店隔壁不是買賣那層樓,而買賣的份數 而份數連帶著是有權去使用那層樓的面積 所以如果以份數來計時,他說的情況是不會出現 但買賣丁公是完全不同的,丁公是沒有份數 買賣丁公是買地段和地段上的任何的結束紋 因為我自己知道,所以並不存在剛才的問題出現 假如它建了兩層,它隨後再建第三層 它仍然是買地段,除非它透過分契,一個地段 將三層分了三個不同的契,變成有份數 這個情況跟剛才提出的例子不存在 不過最終也好,就算這個條文是有任何不明的地方 我們的制度都是,我們立了法之後 由法庭根據我們的條例的用詞 去決定真正的法律的後果是怎樣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問題不大 至於石瓦欽議員的修訂 我必須要講清楚,就是剛才我發言都講過 我覺得這個條例的主旨是去打擊炒賣 炒賣的定義是什麼呢? 主席,我覺得炒賣的定義是說 樓宇的買賣不是以自用為主要的目的 而是以逃利為主要的目的 所以我說的,我們所針對的所有豁免 都是希望盡量不會令到真正的用家 用家的意思就是不是說做生意的用家 而是真的居住這些樓宇的消費者 盡量令到他們不會給的條例 是不刻意地要求他付起 他不應該負擔起的稅務的責任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任何商業上可以逃利的行為 其實我覺得如果要畫一條線的話 他的分界就是在於接近炒賣 不是接近自用 石瓦欽議員所提出的兩個修訂 其實都是便利地產商的運作 理所當然,他是地產界的代表 當然他是會為地產商提出修訂 但嚴格來說 以我剛才的分界線去規劃的話 如果是一個逃利的行為 我覺得這個條例不賦予他的豁免 我覺得是理所當然的